人要相信命运,每个人都有命运。 古人有一句话说,一生且是命,半叠不由人。 命从哪里来的?谁注定? 这个不是命运的,命运是前身所造的业,这业生你要接受过报。 命好的都是前身修六度的。 没有往生,又到人间来,像佛老。 我们看了几十年了,没修佛的时候不知道,修佛到现在六十四年了。 六十四年的观察,丝毫不爽啊,真的不是假的。 可是命运能改,它不是不能改变的。 云古禅师帮助辽凡先生,那就是从俗命改过来的。 那怎么改法,断悟修善就改了。 不善,不善造你也改了,你本来是好命,你不善,你造悟,你的命就变坏了。 啊,你的命不好,但是你懂得断悟修善,慢慢命就变好了。 啊,啊,寿命长短也在自己操纵啊,不是寿命垫垫。 啊,我们相信这个道理。 啊,我跟诸位同学说过,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人给我算命了。 啊,我的命平静到极处啊,现在所讲的乞丐啊,为什么呢? 过去是没有修复啊,啊,另是,不肯写财,对于生命里都没有财。 啊,而且短命。 啊,我非常相信。 啊,我非常相信。 啊,所以修佛明白之后呢,我就真看。 啊,张家大师教导我,我能够依教奉献。 啊,他教我修布施。 啊,他教我修布施。 他说,你命里都没有财。 啊,出家了。 出家红花立身,也要财啊。 没有财,办不了事啊。 啊,啊,财从哪里来? 财从布施来。 我说,我没有钱。 啊,刚刚出家也没人供养啊。 哪有财布施? 啊,大师问我,一毛钱应有。 我说,一毛钱可以。 一块钱应有,一块钱也行。 他告诉我,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。 但是心里头,那个布施的意念,要常常有。 不能有。 啊,四上呢,尽心尽力。 这就圆满了。 啊,你就一直做下去。 有小谷啊。 啊,半年就看到小谷了。 啊,真的。 这么多年来,欲试越多。 啊,尚方供养多了。 全把它捕死掉。 不要留。 啊,佛跟我们说的, 急财丧道啊。 才不能急啊。 啊,像水一样啊。 要通货,才要让它流通啊。 有劲有处啊。 这对点。 有劲不处,死水啊。 啊,那将来带着一些病毒啊, 会惹很多麻烦。 啊,啊,一定要是, 欢欢喜喜的事。 啊,忍住,看哪些事情。 啊,学财,叫别人的理由。 好。 好。